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这次暑假的最无辜的莫过于石凯这位男主了 虽然在千古绝尘以及你微笑时很美 他的表现都不赖 但架不住太多人在骂剧情 以至于对他本人的口碑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但说起石凯就不得不想起另外一部被羁押了五年的超级爆款《招歌》了 应该说这部神话爱情大剧是被硬生生给拖成爆款的 从血亏到血传的愚症 该剧由于妈再次磨改作为投资人和编剧 讲述了商场年间 由张哲瀚所饰演的激发 顶替自己的兄长博艺考前往赵哥充当人质 替父尽孝帮助四方 最终成为一代圣贤的故事 听起来很离谱 但不得不承认 于妈这个人脑洞真的很大 几乎每次磨改都能在网上引起反响 同时保证受视率不俗 当时很可惜 这部剧耗资三亿 花了三年筹拍 六个月拍摄 八个月后期制作 最终才成型的大剧 最后不知道是因为磨改太过不顾审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至今积压了五年都未能播出 本来余正这位投资人 应该苦到脸都发紫了 谁知峰回路转 这几年 大剧却随着里面的主演与配角 一个个爆红 而越来越被看好 特别是几年《山河令》播出后 估计余正该乐疯了 红得发紫的主演们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部招歌 当初虽然是张哲瀚主演 但当时主打收视率的 却是宝建峰以及钟心童 等耳熟能详的实力派 没想到这部剧对演员们 却在短短着五年的时间 直接原地爆炸 一飞成天 其中的主演如今更是红的发子 先是余正旗下力捧的女主 吴锦炎 18年因为一部演习攻略 火变全猛 还拿了华顶奖最佳女演员 紧接着饰演杨典的许凯 在从前有座《临近山》当中 靠着帅戏家沙雕的人设 圈粉无数 最近这段时间 还不断通过如 《千古绝尘》这样的IP大剧 在小荧幕上刷屏稀粉 这无疑更加令人期待 昭哥的到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今年三月份 直接呈收视奇迹的《三个令》 这部小成本母侠剧 直接缔造了当初陈情令一般的奇迹 十年演戏《无人问》 一句成名天下之 通过周子舒爆红的张哲瀚 成为当下最赤手可热的流量小生之一 代言细约 综艺接到手软 就连个人演唱会都安排起来了 前段时间 张哲瀚和徐凯在《奔跑把兄弟》中 碰面再度引发了粉丝们 对于昭哥这部剧的无限期待 单靠张哲瀚、徐凯以及吴锦岩三人 就能为昭哥掀起收视狂潮 更别说还有其他演员一起抗收视了 昭哥改名 有望在今年播出 总之这一波 余政真是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压了五年 这波雪传 而关于这部神话爱情剧 最近又传出了新消息 据说该剧剧名重新改为《孟回昭哥》 至于定档时间 则在百度百科上显示2021年 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就是不知道剧组还能不能凑齐 张哲瀚、徐凯 以及吴锦岩等主创人员一起宣传 毕竟他们太忙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孟回昭哥》这部神话爱情大剧 期不期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